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 日本队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两位板凳匪图前夜拓模和唐安律8分钟内各建议工 最终以2比1的比分逆转德国 日媒日刊体育直言日本队这一场逆转 震惊世界 该媒体对森保一本场比赛的换人调整 给予了高度认可 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从1998年参加第一届世界杯以来 日本队在过去6届世界杯出现过9次落后情况 最终战绩为2平7负未尝一胜 如今日本队终于在世界杯上完成了第一场逆转 除此之外这也是日本队首次击败德国队 此前他们交手两次日本1平1负未尝一胜 两天前亚洲杯冠军卡塔尔和FIFA排名亚洲第一的伊朗 先后被南美球队和欧洲球队打爆 当时不少球迷感叹亚洲足球已经跟世界足球脱轨 跟南美足球和欧洲足球的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亚洲足球在最近两天实现了大翻身 在12强赛跟国足同组的沙特和日本 先后以2比1的比分击败阿根廷和德国两支真冠球队 突然感觉亚洲足球又行了 还以为拥有弗里克这样的欧冠冠军主帅 以及由拜仁班迪组成的德国队 理应能够轻松拿下在12强赛一度输给阿曼的日本队 是真的很难想象得到阿根廷和德国会连续翻车 而且还是同时面对亚洲球队的情况下 根据OPTA的赛前预测 沙特击败阿根廷的可能性只有7% 而日本击败德国的可能性为14% 也就是说阿根廷和德国同时输球的概率要低于1% 更别说在领先情况下同时输球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米露